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经济域,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世上只有一个你,那么你为什么不做最好的自己呢? 你是唯一一个能揭发出自己最好一面的人。 更美好的是,做最好的自己不但是有关于你,还会让别人对你更感兴趣, 他们会更愿意和你在工作上有来往,甚至是成为朋友。 你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吗? 那也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来聊聊15种脱颖而出的方法。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你来发掘。 第一,掌握必要的技能。 在专业上脱颖而出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用正确的技能武装自己。 雇主们永远都会忠意于最有本事的人,有对的技能也会增加你获得更高薪水的几率。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想象一下,你的团队需要一位新的开发人员,有五个候选人。 他们的技能和经验各不相同,但有一个人却因为他能追溯到很年轻时候的一长串技能而显得特别突出。 这时候,即使这名求职者并不是五个人里最有经验的那一个,因为他这些年掌握的众多技能,你可能也会更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有技能的人总是供不应求,因为技能不仅显示了他们知识的广度,还显示了他们为了掌握知识而付出的努力。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这一点,这绝对能让你与众不同。 第二,一定要展现你的创造力。 有时候你有更好的想法,但是却不愿意和别人分享,因为你认为没有人会关心你在想什么。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的是,这种事情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想,只在于你要展现你的创造力。 不论获得什么样的反馈,你的创造力都会让你与众不同,但是如果你根本连展示都不展示,就只能被埋没了,最后你只能是明珠蒙尘,这多可惜啊。 你要让你的创造力显示出积极的态度,告诉你的同事你是愿意付出更多努力的人,这也反映了你用巧妙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会让你显得鹤立鸡群。 第三,愿意成长。 作为一名专业人士,你必须准备好与时俱进,我们也知道要学习某一项技能可能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时间正在飞速的变化当中,你总是需要学习新技能的。 而且,我们大学中学到的大多数技能对于现实世界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雇主们想找的是那些愿意学习新技能或适应新的做事方式的人。 大多数公司招人都不是只看当下的,也是要考虑未来的。 关键不在于你在这个领域是不是专家,学会在多个领域不断成长,才会让你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自律。 自律并不是高中或大学教给你的遵守纪律,自律是你必须自学成才的一项技能,它永远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有时你可能会意气用事,或者被情绪所控制,然而自律就意味着你能把这些强烈的情绪引导到其他事情上,还不能像眉头苍蝇那样要有章法。 自律是对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掌控,也是让你异于他人的东西,会让你变得很独特,整个世界可能都在随波逐流,复衍了事,而你的自律不允许你同流合污,自然的你就脱颖而出了。 第五,认真对待自己。 如果你自己都不认真看待自己,又怎么能指望别人把你当回事呢? 脱颖而出的第一步,就是你要认真地对待自己,要告诉自己你值得被看重。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你值得被看到,被听到,你必须要与众不同,要出尘独立。 而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正确的技能武装自己的同时,在自己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上也要变得更好。 当你认真对待自己的时候,别人也就无法轻视你了。 第六,要有用。 冷淡绝情看起来很酷,但是作为同事,没人会喜欢那种关键时候见死不救的人。 现如今,帮助别人仍然是给人留下好印象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当你帮助他人或对别人好的时候,别人也会对你释放善意。 人们会惊讶于你为他们做出的事情,相信你能成为他们很好的朋友。 此外,帮助别人能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同理心,同时也显示出你愿意为别人做出多少付出。 第七,成为一个合作者。 独来独往感觉很酷炫,但是学着与他人一起工作才是更了不起的事情。 成为一个合作者意味着你愿意与他人合作,愿意成为团队的一部分。 但作为一个合作者还不止于此,你还要衬托别人,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如果你让别人感到在你身边很好很舒服,你就自然会脱颖而出。 然而关于让别人感觉舒服这件事情,我们还要提到一点,就是你不能虚情假意,不要说一些违心的话来取悦别人。 第八,在你自己的领域出类拔萃。 如果你能在自己的领域变得出类拔萃,那就肯定会被注意到。 如果你工作一直很出色,那被发觉就只是时间问题。 出色的工作表现也会增加你晋升的机会,因为这是在向你的雇主表明你真的关心公司的发展。 而且,做好你的工作也会让你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感。 所以,这不单单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对你对自身和自己技能的自信也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第九,保持积极的心态。 你内心可能认为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公平,但是没必要与每个人都分享这种情绪。 你要分享积极的东西,因为没有人喜欢听那些祥林嫂般的抱怨,没人想听到你的各种艰辛。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确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要做到这一点的秘诀就是找到一种方法,把积极和职业的世界融合到一起。 办公室兵荒马乱的一天可能会让你感到头脑中一团乱麻,但是重要的是你不能让它打击到你的情绪。 就算它真的影响到了你的情绪,让你感觉工作简直身无可恋,你也不必让别人也陷入这种情绪当中。 积极和乐观是有感染力的。 如果你总是那个能让工作活力满满的人,你的同事自然也会被你吸引。 比起那些天天垂头丧气,暗淡无光的人,你也更愿意与充满活力,春风满面的人一起工作,这都是人之常情。 第十,了解你自己。 你可能还没有察觉你身上也有一些与众不同,让你变得独一无二的东西。 但是在你探索自己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之前,你先要充分地了解自己,就好像画家要了解他们的画布一样。 在发现你的与众不同之处之后,下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学会如何充分地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福利。 你的这种独有的特质会让你更有记忆点,最终成为人群中最闪亮的一个。 第十一,建立更深更有意义的友谊。 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的职业领域都只有逢场作戏的表面友谊,所有人都只是偷偷摸鱼掐着点下班。 虽然我们也想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在职业领域培养出有意义的真心的友谊。 当你在私人的层面上更加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更理解他们的行事方式,明确他们行动背后的东西。 这样你就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方式予以回应。 当你的同事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你另眼相看。 这最终会让你在办公室当中如鱼得水,脱颖而出。 第十二,要有相关经验。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到了技能的重要性。 同样的,相关经验也是帮助你脱颖而出的必要条件。 要在你自己的领域获得成长,就不能只盯着钱。 这一点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尤为重要,很多组织都可以学习。 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获得相关的经验也展现了你学习和成长的意愿。 就像获得正确的技能一样,经验也能让你在职业生涯当中快人一步。 第十三,注意你的着装。 你有没有发现你会第一时间注意到那些有独特时尚品味的人? 这是因为你的穿着直接影响着别人对你的看法。 你可能都不知道你的穿着巧妙地暗示着你有多大的影响力,你有多聪明,你赚多少钱,以及你在整个大局上有多么重要。 而这当中,最重要的是你的穿着会增加或减少你脱颖而出的机会。 事实上,对于时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穿着与我们的身份和人们对我们的定义直接相关。 如果你穿着邋遢寒酸,那别人对你漫不经心也很正常。 因为是职场环境,你可能认为在时尚感方面也不太可能过于标新立异,但是通过给你的衣着增加一些亮点, 比如一副时尚的眼镜或一件色彩艳丽的西装外套,你就很容易受到办公室内同事的关注。 第十四,制定计划。 制定计划可以让你更容易脱颖而出,例如你可以列出你想让别人认可的品质和价值观,然后问问自己, 你现在的品质和价值观是否符合这个列表?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必须采取行动来推动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第十五,真诚。 脱颖而出并不意味着你要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你要做最具独创性的、最真实的自己。 只要你做自己,你就有更多的机会脱颖而出,你不需要穿得像别人或者听起来像别人,你的声音是最独一无二的。 同时,选择真实也意味着你会接受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但不会让他们定义你。 真实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和自信。 那么,你要采取什么方法让自己从众人当中脱颖而出呢? 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计划吧。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对筋机遇,我们下期再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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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